张真元生日直播上厕所被爱惜恶搞说没有拉铺链 直播的拉链拉一下 就是说楼内第二个生日直播上厕所的人出现了 我记得上次楼内生日直播上厕所第一人的还是刘耀文 当时还是严浩翔和张真元带主持的直播 就是说别的当时的张真元有多厕所发走了 但是分水轮流站没想到时隔几个月 张哥也整起了直播上厕所这一趟 当时张真元接过的不是刘耀文的话筒 而是直播上厕所的传统吧 关键张哥还挺礼貌 还尊重了一下爱妻们的意见 也正是因为张哥一直在尊重爱妻们的意见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爱妻更搞现场 一开始是不同意张哥去 好不容易看到有一个人说同意了 张哥屁边屁边的跑过去了 结果他万万没想到回来后 会是爱妻们的一场心跟血雨在等着他 爱妻们先是调侃张真元上了厕所没有洗手 主播没洗手 你敢知道我洗没洗手哪里 太过分了 本以为恶搞就此结束了 结果一句没洗手只是一个预约派而已 因为在下一个面前简直是小无间导物 差点把直播时的张真元魂都下飞了 主播的拉链拉一下 你这瞎我 哥你真是乱搞 吓我一跳 消息直接把真元这孩子的魂都要下飞了 就是说爱妻们你们就仗着张真元丑蜜们 真是啥事都敢整啊